在今天这一集开场 不是承诺过大家要开何炯的冰箱吗 对不对对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拜托了 冰箱是一集 我们今天要开的是谁的冰箱啊 何炯的冰箱 我们把这一季 大家放送给我们的这些 嘉宾哥哥姐姐们填填满 我必须说刚才 本来还有多一点啤酒被我喝了一点了哈 因为你的是谁 这是娜娜 因为看有个说要把娜娜放到我冰箱里 然后就真的放了一个人心力白 在我的冰箱里面 这是娜娜送给我的那个 辣椒四川的辣椒和这个 咸菜 她说就算你自己在家煮泡面的时候 加一点这个味道也会更好 哎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记不记得第一期 娜娜来的时候 她有跟你开玩笑什么玩笑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签合约没有我签了17 哦我有话说了 娜姐我签合同了 对对对对他没有签合同 然后那你就被娜姐给抢 嘿 我签合同 哈哈哈哈 这一季都录完了 终于接的合同 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 李香就觉得我 老是觉得我没吃好 所以他给我送了这个海参 放到我的冰箱里 还有这个 冬虫夏草哇 哇 你跟一跟的 这个我还真的有点歉意 因为朋友就是对我们的节目 是非常的相信 所以就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来 让我们讲讲这些食材 结果后来就传出一个说 李香一个月伙食费7万 然后呢当天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香香还在他朋友圈发了一个说 请问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人 家里是一个月伙食费可以7万呢 可不可以邀请我去你们家 我看看怎么能吃出个7万来 所以肯定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说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一个人每个月 他花7万块钱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在饮食方面希望能够吃的更好一点 如果他花的是你他自己的钱 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的 更何况 我知道的香香也是一个爱吃湖南菜 就是辣椒炒肉 他就会很开心的女孩 哦 哇这是这是张绍刚老师送我的螃蟹 哇我的螃蟹 还有盐豆包是楼益销送我的 因为他觉得这是家乡最好吃的美味 他就跟我分享 还有这个是 扎益送我的那个他的家乡的那个 红肠 这个是赫赫送我的他的品牌的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 还有曹云京给了我很多的啤酒 好把这个也放进来 对 韩慎姐你的胃药 这个其实别放进来 因为我还想再吃点 啊那吃完再放吧 好这个也看到了我们第三季的拜托了冰箱 跟我分享了这么多 我觉得此刻是不是应该喝一杯 在喝一杯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礼物 哦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什么东西 居然有我不知道的 你们都知道 我 我